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聚会不无聊 开心到冒泡 一起聚会吧 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我的妈妈 我的娘孙若薇 唐薇姐 她是我的大儿子 朱起震的扮演者 张一昕 儿子 哎 真好玩 对不起 因为我好像在戏里也没那么叫过你吧 叫什么叫儿啊 儿啊 儿啊 但是我现在叫的是儿子 因为我看那个戏的前头那个朱高赤 就是你 你知道那个朱高赤是谁吗 朱高赤是我的爷爷吧 嗯 对对对 爷爷爷爷爷管你爹就这么叫儿子 就这么叫 我突然刚刚试了一下挺好玩 因为我是个女儿嘛 你别忘了 所以儿子 嗯 嗯 自闻自答怎么解释 儿子你这一路走来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我收获了太多了 我的收获太多了 一路上就是收获了成长嘛 你说的是你自己还是朱起震 朱起震 你说我自己啊 嗯 我自己收获的是一个叫唐薇的姐姐 哎 撇开这个呢 撇开这个 一个一个叫张婷的导演 就是不绕开 演技演技正在磨练中 嗯 嗯 很期待你的下一步 好 好你来 如果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 执意要立为皇后 却和您太后的安排 冲突 您会怎么处理 其实虽然我也是不会 他自己 他跟他爹 跟你爹都是自由恋爱啊 是不是 那哪来的什么还止婚啊 不可能 我觉得我觉得是支持你的 谢谢 嗯 我不会有什么安排的 太好了 每次看你都这么努力 妈很心疼 你每件事都这么拼 你是为了什么 因为自己闯了祸 自己得去填那个坑 不努力也没办法 生活中呢 生活中也是一样啊 自己立下了一些 自己说过的一些 吹过一些牛 说过的大话 自己的 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所以自己要去填进去 然后挖的 我能问吗 什么坑我好奇啊 我这我不知道啊 比方说我说我希望 我希望作为呃 站在格兰美的舞台上 去表演 嗯 包括我希望把中国的 呃 一些传统的文化 可以融入到音乐 通过音乐去带到全全世界各地去 嗯 就是一些 吹的牛跟大话 和还有我的 说好听是梦想吗 我告诉你 我小时候也说过这句话 哈哈哈哈 偷偷告诉你 好像 嗨 有话筒 不偷偷了 你是每件事都那么拼吗 知道 你妈妈心疼吗 应该 还好吧 我不知道 没跟他聊过 深聊过就行 真的吗 好像我也不会聊 先避开再说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 妈妈你跟徐斌叔叔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好敏感哦 妈妈有一个问题问你 先回答妈妈再说 徐斌叔叔和和你爸 你喜欢谁 哇妈你这个问题好犀利哦 其实 其实我非常喜欢我爸 但我爸去世了 然后我跟我爸都希望你能幸福 所以这个选择你来 你来决定吗 我跟我爸都希望你能幸福 你已经说了这个结果了 我有什么可选的 没有没有 爸爸去世了吗 你都已经出生了 而且如果没有 没有要谢谢徐斌叔叔 如果不是他的话 怎么能把你这么顺利地带回来 我知道你在冰天雪地里 自己想那个什么一回了 要不是徐斌叔叔把你救出来 你早没辣 那也是确实是 对 儿子如果妈妈胖了 你要怎么安慰我 你胖了 妈你不会胖的 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最美的妈 不会胖的 永远是最美的妈 这两个不成立 胖了以后该怎么办 你胖了就胖了呗 对 对毕竟你也年纪大了 我说距离的距离的姐 距离的 妈妈如果在现代我考试考了58分 你会怎么做 也就是不及格了 嗯 你会怎么做 你这58分是吧 考了58分啊 我知道满分60分 没事 哦 没有应该我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考了58分 看是哪颗 有些颗你考不及格 没问题 然后有些颗考不及格 就给他打屁屁 头一会儿有那么一个大儿子 大家看看 就我们这对母子咋样 其实一路走也挺累的 但是呢 有这么一个儿子是 孙若薇这角色生命中 我觉得也是最大的一个收获 撑不下去也没有你 这剧没有你 首先对我来说呢 其实就是能够出演这部剧 就对我来说 非常开心的 在这里遇到了很多 我们好的前辈 和好的姐姐 还有好的导演 那其实对我来说 希望以后 虽然我跟亚文哥也没有 还有横明哥也没有 对 但是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跟他们一起演戏 我也知道 他们一直在夸奖我 所以谢谢你们 也谢谢导演 也谢谢导演给我的支持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大明凤凰 祝大家鼠年快乐 恭喜发传 鼠年行大运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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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